157 《文匯報》 眾籌參拔上市創集《財最財平台》 2015年7月11日中國新聞A16 看到京湖等地眾籌創業潮流湧動 曾是不飄的姜涵偉回到山東濟南發起眾籌 慈考音樂參拔,最終實現在齊老鼓交中心掛牌上市 他認為眾籌得到的不止是資金,更重要的是人物 在維持這個眾籌項目的成功運營上 姜涵偉依靠人脈實現讓專業人才來管理 Teehouse音樂參拔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 實習記者純粹,朱明麗山東報導在北京打拼多年 姜涵偉看到京湖等地的眾籌咖啡館十分流行 便盟生了將此模式複製到濟南的想法 但經過一番考察後 他發現咖啡館並不適合濟南的消費氛圍 開咖啡館的營利能力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反而開餐廳更適合濟南 姜涵偉說 當漢度位於濟南泛華路段的Teehouse音樂參拔要轉樣時 他立即在微信朋友圈發了眾籌出資成租該餐拔的想法 結果兩天就有十二位朋友響應 每人出資四萬元人民幣 下同眾人籌資四十八萬元將這家店租了下來 專業團隊各司其職姜涵偉說 自己朋友圈中也多半事做生意的人 大家都需要一個私人回所聖則的餐廳 帶朋友來談談生意 對食品安全也比較放心 談到目前創業大潮中中籌者眾而成功者也的現象 姜涵偉坦然 很多項目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專業的人才 增加了失敗的風險 有監於此Teehouse音樂參拔目前已有的五十名聯合創始人 入股資金相同 地位平等 參拔完全按照公司化經營 而且 有從事參飲經驗的股東 專門負責參拔的具體運營 有做財務出身的 就負責制定財務管理制度 董事會 監事會等機構各司其職 其他人不干預參拔日常運營 作為發起人 姜涵偉則擔任了董秘的工作 上月十六日 作為山東省首家眾籌音樂參拔的 Teehouse在齊老股權交易中心中創版掛牌上市 此前Teehouse音樂參拔在短短四天時間內 就通過這一平台籌到了150萬元資金 成為齊老股權眾籌平台第一批眾籌成功的企業 據悉 齊老股權交易中心是山東省中小企業 綜合金融服務平台 在今年初推出了齊老眾籌和中創版等融資平台 以服務於中小企業創業 Teehouse音樂參拔的股東中有專門從事金融財務行業的 在得知這個消息後 第一時間遞交了融資申請 由於公司從設立最初就有專業的運營團隊和財務顧問來規範 所以申報很快得到批准 直戶聯網加托餐飲服務市場利用者不容之 Teehouse音樂參拔團隊正在籌備二店的建設 這加700平方米的新店投資總額初步估算接近200萬元 其主要的任務就是擴大 Teehouse音樂參拔規模 創出品牌 目前正在裝修當中 有望在本月中旬開業 徐同X作的進一步深入 目前姜涵偉參與了一位股東打造的 《指動生活餐飲類外賣》 O2O平台 這個項目也在籍在中籌的方式 截至上月底已有137人報名 我們準備基於互聯網加模式 提供淨餐、快餐、宵夜、校園等多種服務 目前註冊資金一億元 實際投入現金資源共二千萬元 未來計劃往新三板的方向去走 姜涵偉對於未來信心滿滿 的在釀子保存在於不足以淨 聖子保存在預設的 閉革